例如,飾演一個父母在唐山的美女唐少梅, 和少文輝飾演她的十歲弟弟唐文輝, 走到劍山, 寄人離下, 住在她的小姑媽重審的農場果樹, 幫她為雞煮飯。 那樹的地主由鄧培飾演鄧劍豪, 正式顏色白虎, 趁著龍長瓜蔡失收, 就科了五百尾兼, 實行要寵唐少梅做老婆屌妻, 事實上唐少梅老祖, 和旁邊屋的英俊王國興走近, 當然是胡亂七弟, 一於三十六雀走圍上著。 金橋當時, 有隊友王文龍和廖奇偉飾演, 退五沙煲兄弟軍人阿勇和阿泉, 阿勇拿到阿叔兩盆水未兼遺產, 死去劍山, 大浮, 百老匯街, 門牌1034日, 那間天鵝餐室, 和那個士斗陳同先生說, 要頂去店舖來做, 結果以一萬六千元完成, 當時唐少梅閒到肚子餓死了, 賣入天鵝餐室找食物, 阿勇看他這麼傻, 做公陰兵大獻殷勤, 自己叫個牛扒腳, 請他喝個悲鴨西餅, 之後帶他去客棧租房, 然後帶他回重宿農場, 救了弟弟唐文飛, 四個人努力在西餐館齊齊賺食物, 沒多久唐少梅留一, 阿勇為他搞個小生日會, 吃蛋糕喝可樂汽水, 阿勇送一條很漂亮西式裙子給他, 阿泉花十梅眉兼送一條西式銀簾, 唐少梅喜歡到即刻戴上, 小弟唐文飛就送了個紅色亂水袋給他, 金橋鄉底王國興都拿了兩隻雞來拘捕他賀壽, 天鵝餐室生意好癮好, 半個月之間已經起門如市, 可惜好景不常, 地主鄧劍豪娶吳姓美女唐少梅, 唐少梅, 便發難渣收回重宿重审農場, 他們唯有搬到旁邊王國興家居住, 鄧劍豪的司機石王鼠去天鵝餐室飲酒, 看見唐少梅便回到旁邊王國興家居住, 鄧劍豪去天鵝餐室飲酒, 被牛蒸阿蓉看見, 攀他走! 怎知原來百老匯街, 門牌1034日, 都是鄧劍豪物業, 好! 好! 唐少梅, 迫著答應出嫁以解救重宿農場, 拉天鵝餐室飲酒, 誰知被鄧劍豪的情婦, 我聽到, 實行弄回你的花心蘿蔔餐! 在結婚的日期, 大複聖道明天主堂行禮果塵, 我帶了兩位外傭人, 馬打尼拉鄧劍豪, 告發他走私生意, 告發他走私生意。 鄧劍豪當時又忽然良心發現, 說不應該逼唐少梅嫁他, 說不收回兩個物業, 並送結婚戒指給重審, 然後再給仁舟回綠衣房。 重宿便乘機宣佈唐少梅改為王國興行禮結婚, 王國興以為那晚要自己打飛機, 誰知現在又有拉拉喳拉屌屌! 另外, 不然,